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主持人说成功麻醉了从未见过的猎物 尤塔的实力也是挺强的 他拿到了他的资料 他是十星级餐厅的散网主厨 但全套菜单竟然是一些低级的食材 卷毛哥说你那全套菜单简直无敌寒酸 可别把我给惹火了 尤塔说人们的全套菜单并没有好坏之分 每个人的菜谱都是对自己来说最完美的作品 他说他曾经也有搭档 他的全套菜单里凝聚着他的愿望 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无敌的全套菜单 这时棺材系把两个人分开 然后就跌入悄悄板 厨房两端被制成厨房的特殊悄悄板 当然重的一端会往下倾斜 如果不能尽快完成料理并离开的话 就会连厨房一起沉入食炉 这是料理速度的对决 现在魂炉已经火力全开 把旁边的工作人员拖了进去 精气一下子就被吸光了 这是石灵的食欲把精气吞噬了吗 卷毛说要与这个国家的料理人比速度 这是纯心不给对方留活路吗 接着他使出他的技能 趋绿厨房 咖喱国王用望远镜偷看了资料 这种鱼叫业鱼 像水泡一样包围着的是多重力空间 据说这种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主持人说 现在两个人看起来很正常的站着 但注意一下周围的厨具 是洗衣机里一样不断的旋转 这里面是个任何方向都有重力拉扯的特殊空间 在里面掌握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尤塔看了看这些鳞片一样的椰子 是草腰通过这些叶子的强烈口味 保存着鱼的鲜度 看来得想办法先去掉这些鳞片 通过圣经百战的经验 对着有数百种特殊料理食材的料理许可的尤塔来说 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这条鱼了 这时尤塔的悄悄板突然下降 原来是卷毛正在全力处理这业鱼 他已经把第一次见到的食材处理了一半 尤塔他说活了一百多年几乎感觉不到惊讶了 上一次感到惊讶的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那时候小松 尤塔面对接近魂炉火苗也完全没有惊慌 他使出钥匙铜源血气上升 他被卷毛说他半吊子 这让他回想起他愚蠢的天才时代 尤塔的老师让他先去修行 不然就不让他继承这间店的招牌 他说尤塔的确是一个天才 但无法感受到最珍贵的东西 尤塔来到一个区域 他说小孩子不允许踏入 一只衣食牛出现在尤塔的背后 被尤塔一刀解决后 小孩子也昏倒了 他来到小孩的村子 这里所有的居民都染上疾病 尤塔说自己是药散料理人 虽然病得不轻 但是不用担心解毒 食材也准备好了 很快就会有成效 然而那当然只是对那些吃了药的人来说 尤塔问那个小孩吃了吗 那小孩说很难吃 小孩还说他想成为美食家 全套菜单的名字也想好了 叫做无敌的全套菜单 他说那是能治好全世界所有人的疾病的全套菜单 所以说是无敌的 他请尤塔成为自己的搭档 因为他全套菜单的弱点就是难吃 所以他需要尤塔 把他们料理的更好吃才行 突然小朋友吐血就直接身亡了 尤塔说儿童用的解毒料理 在准备阶段需要稍微偏移菜刀的切入口 与成人用的区别仅仅是一微米 民们都对他说 没有人会责怪你 因为他拯救了整个村 他说刚刚那个小朋友的梦想是成为拯救全村的美食家 那是挽救了全村孩子的命 相信远在天国的他也会感到开心 但是尤塔很伤心 他想起师父跟他说的 你是一个天才 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未成失败的自信将会变成自满 早晚会产生仅仅一微米的松懈 而在这要散的世界里 仅仅一微米的松懈 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他说在你还没有领悟这些之前 不许回去 尤塔拿了那小朋友的全套菜单一看 就流下眼泪 他把阿善的全套菜单作为自己的全套菜单 做得更加美味 作为令人垂涎的药膳料理的第一人 在繁荣的美食时代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那个年轻时的失败到现在一微米的失败也不会容忍 当尤塔正在全力挥刀的时候 这时的卷毛已经把鱼处理完了 他的薄膜的厚度是0.1毫米 100片左右叠起来就成了一片叶子 他嘲笑尤塔根本做不到 才刚刚开始刨所有的薄膜 尤塔的厨房也开始往浑炉中沉下去了 难道说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吗? 但突然他的厨房停住了 尤塔说料理业余已经是来不及了 但其他的准备已经完成了 这次翘翘板往反方向倾斜过去了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尤塔说他刚才处理的是空间 让他感到很不爽的 他把多重力空间的全部重力指向上方 尤塔的多重力空间也浮了起来 他说整理厨房的环境也是一种准备工序 这是为了不产生一微米的失败 欲数则不达 接下来让我们慢慢料理吧 掉落魂炉的卷毛还继续说 只不过是个半吊子 他竟然会输 尤塔说 没错 他只不过是个半吊子 他说卷毛沉浸于自信的三千年 可是超级无敌的失败 他说这薄膜的厚度是0.1毫米 多重力空间也有这种细小的边界线 那厚度刚好是1微米 卷毛就这样掉入魂炉输掉比赛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